这里面就为我们解释智心 这智心之 彻道行愿 晋心时气 故云智心 这个智心的标准很高 那行愿是什么 行愿是本心 是自信 儒家也讲 那你看大学 第一句话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那个明德 就是心愿 那这个心是真心 真心的源头 就是本心 本心就是真心的源头 那真心源头里都有什么 万德万德 是个大学上说 在明明德了 第一个名字是东词 第二个名字是明词 中国人称为明德 你看明是光明 明是通大 明是没有障碍 也就是说 无量智慧 佛在华言经上说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的相 这一句话 也就是六族能大事 在开悟的时候说的 第三句 他说了五句 五族一听 就给他认定了 肯定了 一波传给他了 第三句 是何其自信 本自居足 这就是明德 本自居足是什么 居足智慧 无量无边的智慧 居足 德能 万德万能 居足 向好 那个向好就是极乐世界 那极乐世界才真正是自信 在毫无障碍之下 自然 显现出来的 那我们这个地球 人心杂乱 妄想杂念 分别执着 所以 把自信的信得 扭去了 变成现在的样子 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的人 把圣贤教会丢掉了 东方 老祖宗的教会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德 没有了 无能 是道 是将人与人的关系 关系 一定要明了 关系 一定要能处好 无常 无常是德 无常是德 做人 必须要遵守 无常 跟佛法的五界 完全相同 常是尝试 常到 不可虚于 离开的 必须要遵守 人 人的爱人 人 仁义立之心 无得了 人是爱人 爱 是信的里头的 在佛家叫慈悲 在儒家叫仁爱 那 你看人 是个二人 爱自己 就爱别人 爱别人 跟爱自己 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的 这真爱 爱 是寻理 思想 严险 或勤 或离 或法 叫义 离 是理解 是规矩 没有离 社会就乱了 一定要有用离 来维持 社会的 好些 社会的 安定 不能没有离 有离 这个社会 称为智识 慎识 没有离 就乱识 智 是理智 反面 是感情 那 诸宗教 教给我们 除世带人 接物 要用离 智 不能用感情 陌后是心 人也 为心 在佛家 讲 不忘 不离 不念 不其余 不悟口 佛将的详细 那 佛地是善业 精神 也是 无常 这无常 没有了 你看 现在的社会 不仁 不义 无理 无知 无信 这么的了 那 左丘明书 叫孔子 同时代的人 说人 气场 一个人 把武常 丢掉了 没有了 这妖心 这个人 就不是人 是吧 妖魔鬼鬼 换一句话说 妖魔鬼鬼 在中国 圣贤人的 标准 就是 不仁 不义 无理 无知 无信 这就妖魔鬼鬼了 他说 人气场 贼妖心 那古书 多读 有好处 帮助你 看到 主法 实相 一切法的真相 你也懂得 怎样 回归到 信德 回归信德 就是 做佛 做菩萨了 应该如此 因为你 本来是佛 本来是菩萨 本来 是圆满 智慧 圆满的 能 圆满的 向后 学佛 没有变的 佛陀的教训 就是回归 自信 人 不能不救我 不救我 苦海无边 回头 回头 圣看 阿